台起初擔任工業院院長 兼聯電董事長 而曹新成是總經理 原本兩人該是相輔相成的關係 沒想到曹新成率先提出 晶圓代工的概念 被張忠謀打回票 張忠謀自己卻另創台階電 做晶圓代工 還稱是未來趨勢 從此兩人就旅傳心結 甚至張恩給自己 做了很多的分別 因為這個來講 好像說對張先生的誠信 曹新成嗆張忠謀 這話夠酸 但也算客氣的了 因為1991年 他結合其他董事 以敬業迴避為由 逼供張忠謀辭去聯電董事長 此後曹新成爬上董座 率領聯電在半桃體產業 與台積電真的你死我活 我會用正面去看 他們兩個當時都看到 Funger的未來發展 我覺得這是台灣的幸福 台灣和其幸福 曾經有Funger的第一名跟第二名